今天老刘要给大家讲一个变态杀人狂 这个变态杀人狂啊 可以说他的手段是极其的恶劣 而且杀害的人数众多 堪称啊 是一个叫做雨夜屠夫的这样的人 当然很多人听到雨夜屠夫 就会想起啊 香港的那个变态杀手林过云 但是呢 今天老刘要给你们讲的是来自于 另一个雨夜屠夫的版本 就是广州的雨夜屠夫 罗树标的案件 在香港啊 有这样的一起案件 就是林过云呢 杀害女性 强奸女性 然后呢 把这些女性啊 肢解 拍照 然后进行摄像 其实呢 在广州啊 有一个人 就是一个罗树标 逼他呀 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女性啊 实施割奶 剥皮 等残忍的手段 那今天呢 咱们就讲一讲 有位罗树标的 这一系列背后的案件内容 这个案件呢 得从1990年开始说起 在2月8号那天上午啊 广州市公安局啊 就接到了下属的派出所的紧急汇报 所以群众啊 在这个广州的敦河路 发现了一具女尸 怀疑呢 女尸啊 是被他杀的 公安局的刑侦人员 立即就赶赴现场了 这时候啊 已经有大量的群众在围观了 当年呢 这个发现女尸的现场啊 是一条比较偏僻的公路 这条公路呢 很少有人呢 和车辆经过 在距离公路 大约有十多米的 这样一个草丛里 一具女性的肢体 仰面躺着 这名女性的受害者呀 年纪很轻 根据长相判断 不超过25岁 有着明显 南方人的相貌特点 看来呀 就是本省 或者是临省人 受害者 死于谋杀 他的脖子上 有着明显的掐痕 眼睛外突 而且冲血 舌头伸出 这是明显的 被掐紧致死 也就是被逮徒啊 掐脖子给掐死的 受害者的尸体半裸 上身有衣物 但是下身赤裸 似乎是受到了歹徒啊 他的监物 根据受害者 双手指甲进行判断 死者似乎啊 在这个死前呢 同歹徒 进行过激烈的争斗 搏斗 他这个指甲里边啊 都是人的皮屑 和少许的血迹 这是抓脑所致 尸体附近呢 没有任何的搏斗痕迹 警方分析啊 这地方啊 他不是这个 行凶的现场 而只是一个抛尸地点 警方根据对尸体的分析 被害女孩 是被杀死的时候 才被监污的 说通俗一点啊 就是所谓的监尸 根据群众反映 几个路过赶集的农民呢 首先就发现路边的尸体 慌忙就跑到排除所 去报警了 这个期间呢 陆续的 有其他群众 就发现尸体了 很多人就赶过来围观 所以啊 现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在草丛里啊 到处都是脚印啊 难以判断 哪个脚印 是和凶手有关的 在现场 警方呢 对这个报案的农民呢 进行了简单的询问 民警呢 迅速就排除了 他们的作案协议 凶手不知道是谁啊 在广州市法医中心 警方对这个尸体 进行了尸检工作 证明啊 这个死者 确实死于呢 机械性的窒息 而且呢 在死者的体内啊 还发现了凶手的经验 可以确定 这是一起强奸杀人案 广州啊 应该说是我们国家呀 改革开放最早的地区了 从八十年代开始啊 广州市的这个治案呢 急剧的恶化 每年呢 都有很多的凶杀案件 老刘有个朋友 说在那时候啊 在这个凌晨火车站 这个旁边啊 这个附近 这个等车的时候 他说呀 在火车站呢 还有可能在一里乱转 都会分分秒秒 被人打闷棍抢劫呀 甚至上有强啊 你说那时候 治案的多乱呢 警方根据现场判断 这应该呢 是一起恶性的强奸杀人案 广州市公安局 立刻呀 给予立案 随后 警方分两路 展开了调查工作 一路呢 是调查死者的身份 以便查找凶手 另外一路啊 就是进行走访群众 看看是不是啊 看到有什么可疑的人 或者事情 那没想到 这两路的侦查呀 都是极为不顺利的 根据死者长相来判断 死者很有可能呢 是广东的 广西的 甚至就是广州市人 对广州市 所有的这个失踪女性啊 展开调查 但是警方呢 并没有发现呢 符合死者相貌的人 调查群众那一路啊 也是一物收获呀 群众反映说啊 这条公路本来就相当偏僻 白天呢 也是只有少量的车辆 这个经过 到了晚上 更是几乎没有车子了 法医分析 死者遇害是晚上 而群众发现尸体是上午 那说明这个抛尸的事件呢 是深夜 周边呢 根本就没有人 没有车 没有任何群众看到过可疑的东西 由此啊 走访调查工作 就陷入了死胡同了 很快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过去一年了 这个案件呢 就成为了一起乌头案了 冤死的无名女孩的遗体啊 长期都放在这个太平间 还不能被火化 其实要说这个九十年代啊 广州这地方啊 每年都很多凶杀案件 就是累随这种强奸杀人案呢 那也不是一起两起啊 警方呢 也并没有特别的重视 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整整一年以后的 1991年的2月10号 这个恶魔再次出现了 在郊区的一条公路边啊 警方又发现了一具女孩的尸体 这个尸体啊 也是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的女性 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 死者口鼻出血 舌头突出 死状很惨 尸体全身赤裸 没有任何衣物和鞋帽 只有佩戴的一对耳环和一个戒指 这一次啊 虽然现场保留较好 但仍然找不到任何线索 凶手写人 有着一定的反侦查的经验 他是沿着这个草啊 进行行走的 没有留下清晰的足迹 周边呢 也没有任何的目击者 看来呀 抛尸也是在夜晚进行的 警方立即就对尸体进行了尸检 证明死者也是被监污 看来 这又是一起恶性的强奸杀人案件呢 警方再一次的对全市的失踪人口啊 展开了排查工作 发现死者呀 也不在这些人中 你说那个年代呀 没有贴眼 没有摄像头 没有目击者 又没有线索和现场痕迹 那迫起案来太难了 这个案件呢 就又陷入了僵局之中了 不过民警很快就发现了 这起案件和第一起案件呢 有所不同 为什么呢 死者虽然被强奸了 但是呢 这一次是在遇害之前 遭到歹徒的监物的 奇怪的是呢 被杀之后 歹徒又对他进行了第二次的监污 那你说既然之前已经强奸了受害者了 完全可以在受害者生前多次的施暴啊 他为什么要在杀死之后再去强奸呢 这不符合一般的常理呀 这也是让警方啊 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相隔仅仅半年时间 八月份的时候 又有一具女尸被发现了 受害者呀 也是很年轻的女性 被人活活给掐死 死者全身赤裸 被丢弃在路边的草丛之中 也遭受过歹徒的监物 不过 这次的现场 更加令人震惊了 为什么 女孩的尸体啊 被这个残忍歹徒 严重的破坏了 女孩的乳房 和一部分呢 失踪的这个皮肤 全被凶手给割下来 带走了呀 现场围观的群众比较多 受害者残缺的遗体 造成了群众的恐慌 根据实现 受害女孩是死后 被歹徒用尖刀破坏了一体 歹徒显然呢 对人体结构并不了解 所以呢 她这个手法啊 非常的不熟练 使用的呢 也是普通的水果刀之类的 与其啊 她至少搁了两个到三个小时之久啊 同样的 女孩是生前被歹徒监污之后遇害 此后又被歹徒监视 8月啊 替三起案件案发之后 广州市公安局呢 就开始重点的关注这些案件了 就把三名死者下体里边的擦拭物啊 进行检测 这案件我说了 发生了90年代啊 那时候DNA测试 那比较罕见的 当时只有什么广州啊 北京啊 上海这些大城市 才有鉴定能力 检测的结果表示 三名女孩是被同一名歹徒 杀人监污 这是一起啊 恶性的连续强奸杀人案件 连续三个人被奸杀 有都是在广州一个地方作案 这个案件的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如果警方不能短期之内啊 抓捕凶手 那这凶手很有可能会继续诉案 地点还是在广州 从八月份开始啊 警方就开始进行 挨家挨户的排查失踪人口了 每一个失踪人口呢 警方都一一的上门进行调查 把三名受害女孩的照片啊 交为家属 进行核对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呢 你说这样的气质核对工作呀 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这三个人呢 他都不是广州市的失踪人口 根据现场和尸检判断 女孩是在死后几个小时内被抛尸的 也就是说 受害者肯定是在广州生活的 你说既然是在这里生活 那肯定有家人亲戚 至少有朋友或者工友啊 那么你说这些人没什么不来报案呢 这不符合常理呀 警方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在艰苦排查的期间 十月份又突然发生了第四起案件 这一次的案件呢 和之前有一定的不同 为什么 因为歹徒的作案手段 更为凶残了 死者同样 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女性 被掐死之后啊 进行抛尸 她也是在生前和死后 被凶手所监污过多次 这一次啊 受害者是被装在一个麻袋里 丢在路边的 可怕的是啊 女孩背部大片的皮肤 霜乳和外阴 全部被歹徒给割走了 整个遗体呀 就像是被人给涂采过了一样 惨不忍睹啊 后来 警方经过DNA的检测证明 女孩还是被同一个歹徒所害 这第四起凶杀案发生之后啊 广州市公安局深感震惊 他们认为 这是极其严重的连续将间闪传案 必须啊 给予特别重视 根据凶手行凶的频率来说呀 从第一起到第二起案件 相隔了一年 到第二起和第三起的案件 相隔了半年 第四起 仅仅相隔两个月 可见 这凶手杀人间隔 是越来越短 按照常理来说 凶手不会主动停止 在广州杀人 除非被警方抓获 市公安局啊 立刻就成立了专案的领导小组 由局长郑国强任组长 迎科文副局长 刑侦处莫处长任副处长 这个案件呢 案情非常重大 当年呢 列为权势头号 逼迫案件 专案组研究确定了侦查方向 权势各级的公安机关 尤其是海处区 天河区 东山区的官民警的 就按照市公安局的部署 实行各种手段一起上 采取了调查摸底 审查和一对象 射卡堵截 巡逻伏击 刑事鉴定 取证鉴定 情报资料 检索 以及技术侦查 等手段和措施 可以说警方啊 当时是做了大量的艰苦 和深入细致的工作 侦查时间之久 工作量之大呀 出动警力人数之多 那是前所未有的 广州市调动了 所有的法医专家 对现场和尸体 进行了反复的分析 晚幸的是 警方找到了 一个目击者 第四起凶案的现场啊 距离一个本地 大货车司机的家呀 不算太严 这个司机晚上啊 开车回家的时候 他曾经看到过一辆 小私轮的这个货运车呀 停在这个抛尸地点路边 当时这个小货车呢 车灯打开 但是驾驶室里并没有人 车门也是打开的 大货车的司机 就觉得奇怪呀 因为这里平时白天 都很少有车路过 于是晚上 怎么会有车停在路边呢 不过呀 他猜测 小货车的驾驶员 很可能下车小便了 于是啊 就没有在意 第二天 听说这里出了傻人案 司机才知道 事情不对 赶快到公安局进行汇报 可惜啊 因为天色太黑 在下上开车路过 不过几秒钟时间 大货车的司机啊 并没有看清楚 车辆的形号和车牌 即便如此 这也是目前警方 最有意义的线索了 专案组立即 从刑警大队和有关派出所 抽调了三十名公安民警 以夜间侦查为重点 在各个交通要道 射卡检查 经过区内的小四轮的货运车 查找可能的歹徒 除了车辆以外 抛尸的麻袋呀 也是唯一的物证 市公安局刑侦处啊 在1992年3月初 专门印制了三万多份的 富有凶犯包装尸体的这种 麻包袋的照片 进行紧急的协查通报 他们把这些照片啊 发放到每个专区民警的手里 他们要求民警 治安队员呢 参照通报里所列的凶犯 可能具备的条件 在辖区内呀 逐家逐户 逐个单位的 展开上门的摸牌的工作 同时呢 结合呀 巡逻伏击 射卡堵截 上路查车 遗憾的是啊 警方的调查呀 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呀 这麻袋呀 根本呢 就无法进行 这样的一个调查 而且呢 车辆也是一样 广州市经济发达呀 那小四轮的货车 都有上万辆之多呀 这种小四轮的 混运车呢 可以运人 也可以运货 遍布在全市的各行各业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排查工作 至于射卡拦截 也是毫无收获 倒是啊 抓到了一些 其他的这个犯罪 比如说什么 走私啊 非法持有枪支爆炸物 这些犯罪人员 有一些还涉及到重罪 但是和这系列的枪奸杀人案 是毫无关系的 就在专案组啊 进行大量的排查车辆的期间 这歹徒呢 还在疯狂的作案 而且更加的肆不忌惮了 从1990年2月第一次作案 到1991年年底 歹徒已经连续的残杀了六名女性 这些女性啊 不但被监污残杀 更为可怕的是 后面几个遇害者呀 几乎全部都被这个凶手啊 割去了乳房 割去了皮肤 割去了下体等部位 警方啊 尽力的封锁了消息 但是啊 没有不透风的这个裤子呀 消息很快啊 就在社会上流传开了 而且啊 这消息传的是越传越吓人了 很多群众都知道了 广州有了一个变态的 割乃杀人狂 专门啊 杀那些漂亮的女孩 之后进行割乃剥皮 这种谣传 很快就让这个社会啊 形成了一种恐慌了 很多这个年轻的女孩啊 夜晚都不敢一人出门了 再也不敢走那些偏僻的道路了 鉴于这么大的社会压力啊 在上级的督促下 专案组呢 改变的方法 将办人员呢 扩大到了60个人 他们对全区啊 近年来有流氓 强奸前坑的劳改 劳教的释放人员呢 进行重点调查 这个调查呀 也不顺利 为什么呢 经过长达半年的摸牌 这批家伙呀 被发现呢 犯有各种各样的案件 甚至呢 还有个小子 刊死过人 杀人的案也破了 可惜啊 经过对DNA的比对 这些人 都不是系列 强奸杀人的凶手 时间很快就到了1992年了 可是呢 这凶手啊 还在不断的杀人呢 到了年底 已经发现的受害女孩 就高达10个人了 女孩都是被装在麻袋当中 进行抛尸 绝大部分呢 都被割取了身体的部分组织 主要就是胸部和下体 你说如此严重的变态 连续杀人案 那在广州历史上 在全中国的刑侦史上 那也是绝无仅见的呀 这案件就震惊了广东省的公安厅了 公安厅那一边啊 就严厉的督促 广州市公安局要紧快布案了 消除社会恐慌 一边呢 派出这个省内的刑侦专家 赶赴广州 进行了全力的这个协助侦查工作 在重压之下 广州市公安局 也是竭尽了全力呀 从1990年2月 到了1992年的5月 广州公安局 在全市大规模的 多警种的联合侦查下 每个关键环节 都有这个各级领导啊 亲自把关 亲自进行决策 在这个期间呢 由市局的郑国强局长 黄科勇副局长 主持大规模的会认会议 汇报会议 研究 和对一些重点的怀疑对象 开展侦查的会议啊 多达几十次啊 所有这个歹徒的抛尸现场 全市各级公安局管领导 都亲自指挥和勘察 广东省公安厅的专家 针对现场的痕迹 还有尸体情况和现有的线索 召开了多次的案情分析会 刑侦专家们认为 此案呢 有几个非常奇怪的地方 什么地方呢 第一啊 受害者这些女性的身份呢 都没有办法确定 目前受害女孩 已经高达十个人了 但是呢 完全都不在广州市 失踪人口之列 这个就非常奇怪了 刑侦专家们认为 这些女孩啊 很可能不是本地人 是外地来的打工妹 不过 即便是打工者 那肯定会有雇主和工友 同乡之类的呀 尤其是女孩来广州打工 通常会是几个老乡 一起在某地方一起做工啊 你说连续失踪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他们的雇主和工友 不去报警 报失踪呢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了 第二 凶案的现场啊 有很多奇怪的地方 什么奇怪的地方呢 根据尸检表明 几乎所有的受害女孩的 都是被歹徒连续的监污了 数次之多 那根据 医体经分析 女孩至少在第一次 被监污的时候 没有进行过反抗 而女孩啊 很多呢 都是在第一次被监污以后啊 被歹徒啊 突然的 就卡住了脖子 导致死亡 那你说 为什么女孩们 不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反抗呢 这显然 就不合常理了 就算被歹徒的阴危所吓住 那也不可能 十多个人 都不敢反抗吧 总得有几个胆大的呀 另外呢 比较奇怪的是 第一次案件 就有所不同了 第一个女孩和歹徒 进行了激烈的搏斗 在死前呢 都没有被歹徒监污 另外呢 在这个案件当中呢 有第三个疑点 这个歹徒 似乎不是第一次作案 在第一个案件呢 是最具有分析意义的 歹徒留下的奇怪的地方太多了 根据这个歹徒作案的现场分析 歹徒啊 试图监污这个受害者女性的时候 这女孩立即 就进行猛烈的抵抗 和歹徒进行撕打 歹徒经过搏斗啊 他见到无法制服这个女孩 恼羞成怒之下 就转为杀人了 根据现场曾经留下的一个 模糊的脚印来进行判断 这个歹徒呢 身材矮小 大约啊 在一米六到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 体重呢 不超过一百斤 根据凶手抛尸的时候 拖拽麻袋的痕迹判断 歹徒力气啊 也并不大 第一次受害者这个女性身材啊 也大概得有一米六五 手臂大腿啊 还都很粗 体格呢 比较健壮 这是女性当中啊 比较有力气的这一类 双方应该是势均力敌 但是歹徒 仅用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受害者给掐死了 看起来歹徒很有可能 这不是第一次作案呢 曾经有过杀人经验 他准确的知道 人体的要害所在 而且还掌握了一定的杀人技巧 这才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啊 杀死女孩 歹徒应该有杀人 至少有严重伤害的千克 另外 案件的第四个疑点 这个歹徒 具有相当强的 反侦察的经验 在现场 歹徒基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刻意的躲避了所有的目击者 没有一个人 看到过歹徒的样子 甚至轮廓 歹徒应该曾经有过入狱 或者被捕的千克 对于警方办的方式啊 有一定的了解 第五呢 这歹徒是一个明显的性变态杀人狂 在歹徒杀人之后 他毫无例外的对女孩尸体进行揭物 而且对尸体进行了毁坏 割去了死者的胸部 下体 甚至是部分的皮肤 你说呀 广州自建国以来 哪里有这么严重的恶性的枪奸杀人案件呢 就这样 警方就感觉到比较茫然 一度是毫无头绪啊 不知道凶手到底是哪一种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根据刑侦专家的这些分析 警方就改变了办案的方式了 现在有很多谜题啊 解答不了 但至少可以推断呢 歹徒应该有过犯罪的前科 曾经受到政府的打击 如果排查刑满释放人员 说不定呢 就能够找到歹徒了 之前做过几次排查 这对象呢 都是那些有流氓强奸前科的这个犯人 但是警方觉得这个范围啊 太窄了 必须扩大排查对象 那这个歹徒到底是本地人 还是外地人呢 如果是外地人 对广州市刑满释放人员的排查 就毫无疑疑了呀 刑侦专家呀 独自开会 分析这个案件的关键点 最终大部分人呢 都判断这个歹徒就是广州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呢 因为警方发现了 歹徒这个抛尸的地点呢 都比较特殊 这些地点呢 很多呀 并不是交线 而是一些成交结合部 这些地区呀 距离这个 一些大量的居民区呀 并不算太远 但是呢 却非常偏僻 属于那种啊 闹中取境的地方 那刑侦专家认为了 能够知道这些偏僻地方的人 绝对应该是本地人 而且从小就在这附近生活 对广州市是非常熟悉 所以他精心的选择了抛尸地点 其中一半的抛尸地点呢 是围绕着广州城区 东南郊这个新教镇 或远或近来进行的 刑侦专家们就认为 这歹徒啊 很有可能 现在或者曾经是在海珠区的新教镇 生活过 警方基于这个判断 就从1992年年底开始啊 把这个专案组啊 扩大到了一百多人 全面出击 仅在新教镇的地方 就开展地毯式的调查 排队摸地工作 摸排这个可疑人员呢 就三千多人了 排除啊 重点线索 有六百多条 他们一一展开了查清的工作 同时呢 还抽调其他的警力 在全区夜间设置了 五十个查车的少侠 各派出所呢 在工作当中就发现了一批可疑对象 从而就破获了其他的刑事案件 八十周期啊 其中呢 这个有两宗呢 不属于此案系列案的杀人碎尸案 全市呢 排除并由这个视据刑侦处啊 抽样的侦查 或者追捕的可疑对象 多达四十六名 还为这个东莞市 惠州市啊 抓获了两名强奸杀人碎尸的犯罪协议人 哎呀 你看哈 这么多案件 你说那时候 九二十年的广州 得多乱呢 这个期间 警方就先后发现了 有重大协议人 两个人 分别叫做 许一伦 还有叫做彭永强的 这两个人呢 都有犯罪前科 后面的人呢 还曾经因为强奸杀人被罪 被判处 十五年徒刑 在案发期间 这两个人 都有作案时间 都在现场附近活动过 有很大的协议 更为重要的是呢 哎 这个徐一伦呢 还有一辆小火车 这就符合之前 对这嫌疑人判断 不过呢 这两个人呢 并不承认呢 他这个涉及此案 也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 由于慎重起见 公安局副局长 预审处长 和预审科长 三个人呢 多次就研究这个 徐一伦 还有彭永强疑点 四位政府处长 亲自审讯 最终认为 这两个人 涉案的可能性并不大 随后呢 广州市公安局啊 又专门邀请 这个北京市公安局的 高级工程师 罗宇呢 使用这个测谎器 对这两个人 详型的进行这个测试 但是也排除了 两人的疑点 测谎器 也没测出来 事实证明呢 测谎的结论呢 是符合实际的 更为重要的是啊 DNA的检测证明呢 也不是 这个两个人作案 这两个小子 应该感谢这些专案组啊 没有抓他们去顶罪呀 所以啊 警方查获这些案件呢 都和这一系列的强奸杀人案 没有任何关系 由此这案件 又走入了死胡同胀当中了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93年了 这时候啊 受害女孩就增加到了12人了 但是始终不知道 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受害女孩的身份 更不知道 这歹徒的大概身份 职业和心理 这个案件呢 可以说是毫无头绪 办人员呢 心急如焚呢 而这个时候呢 社会上啊 对于这个割乃杀手的传说 已经是沸沸扬扬 欲言欲利了 一时之间呢 尤其是海竹区 新教镇的附近呢 所有的妇女呀 上到80岁的老太太 下到8岁的女童 都不敢随便出门 女人呢 夜晚上班上学工作 一律呀 都需要男性亲友接送 这个没有这个男性亲友接送的 这些女性啊 都有工厂啊 或者学校呢 组成这个男性的保护队 进行护送 不然就没人去上工上学了 当时呢 疯传呢 这个凶手是专门骑机 穿红色衣服的女性 一时间呢 这广州的这些女孩啊 全都不敢穿红色的衣服 当地这红色衣服 全都滞销了 就连红色的这什么鞋子 袜子呀 围巾呢 都无人敢买呀 后来又传出来了 说这凶手呢 专门袭击啊 长头发的女性 大量妇女啊 都去理发店 排队啊 就把头发给剪短了 一时之间 这理发店的生意 就火爆起来了 理发的师傅 加班了 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 店内啊 还是坐满人 民间那时候 还有各种离奇的传说 搞的地方是一团混乱呢 当时啊 老百姓对广州警方的无能 那特别的谩骂呀 多如牛毛啊 有一些消息 当时传到了香港 被这香港的媒体呀 也是大肆的进行报道 之前我讲过呀 香港雨夜屠夫 林过云的案件 这一系列监杀案件 就和林过云这个案件呢 非常相似 而且呢 受害者更多 香港媒体啊 就大肆的炒作 广州雨夜屠夫 甚至有一些小报啊 还被这个监杀案 写了一些耶诗 写了一些小说 可是呢 这个歹徒啊 还在不断的作案 到了1994年年初 受害者 已经猛增到了16人之多 就成为了广东省 同类案件当中 最为严重的一期了 由此啊 广州市和广东省的警方 都感觉到了 无比巨大的压力呀 无奈之下 这时候呢 就向公安部啊 要求协助 公安部就派出了几个 全国的刑侦专家 这些专家呀 那都是赫赫有名啊 是全中国文明的 刑侦高手 侦破过无数几案件的 这些大牛们 就通过对案情 和现场的分析 就得出了几个月之前 警方没有发现的结论 这些侦查专家呀 对现场进行分析 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受害者的遗物和遗体呀 这个 他们分析这个 遗物的时候 遗体的时候 专家 就已经确定了 受害者身份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警方呢 对受害者身份百思不得其解呀 已经连续被杀了16个人之多 可是呢 却没有一个人 在这个失踪的名单里呀 没找到我受害者是谁呀 在1992年以后啊 广州市已经将这个 失踪排查的范围啊 扩大到了整个广东省 最终呢 仅仅确认了 第一名受害者的身份 这名受害女孩的身份呢 是广东的 潘宇市人 姓黄 年仅22岁 未婚 长期啊 在广州打工 在1990年2月7号之前呢 因为家里的母亲病重 黄姓女孩啊 就辞去了广州的工作 回到潘宇啊 照顾母亲 没想到 母亲很快就去世了 她就在2月7号 返回了广州 准备啊 再找一份工作 离家以后呢 兄弟姐妹啊 就失去了 同这个 黄姓女孩联系了 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了 这个黄姓女孩 和兄弟姐妹的关系啊 并不太好 家人呢 都误以为啊 她在这个工厂啊 故意不和家里联络 就开始呢 没当回事 直到几个月之后 家人才发现她失踪了 这才慌张的报了案 这个黄姓女孩呢 并不是广州人呢 在之前几次排查的时候 都没有被列入名单之中 到了1992年 广州警方 因为查不清这个 死者身份呢 就把这个调查的范围啊 扩大到全省了 这才发现 失踪者呀 就是黄姓女孩 遗憾的是 搞清楚黄姓女孩身份 对破案呢 可没有什么帮助啊 根据黄姓女孩 曾经的老板和工友回忆 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 没有见过女孩了 据说呀 她是回家去照顾 病重的母亲了 她的几个朋友就回忆啊 在2月7号以后 他们从来就没有看过死者 来照顾他们了 看起来 这个女孩就是在2月7号 赶到广州的路上 遭遇歹徒突然袭击 不幸遇害的 歹徒和这个黄姓女孩 可并不认识啊 也没有社会交集 也就没有办法查出这歹徒是谁了 更为奇怪的是 除了第一个死者之外啊 其余的所有的受害者身份都不明 并不在广东省失踪人口名单当中 那你说 都没有办法确定这些死者身份 那就很难找到凶手的作案规律啊 为此 这案件呢 长期的无法突破 就成为一个悬案了 可是没想到 公安部刑侦专家呀 去了一个极小地方 就有了巨大收获了 这些专家就发现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些受害者女孩啊 虽然大部分全裸 但仍然有人呢 带着一些首饰 其中一些耳环和这个戒指啊 金光闪闪的 看起来是纯金打造的 应该挺值钱呢 之前呢 广州市刑侦专家 其实也注意到这一点了 所以推断这个凶手啊 说不是劫色 而是劫财 是劫色 不是劫财 也没抢这些金首饰吗 不过 这公安部的专家呀 却很细心的 就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经验丰富的老专家 拿起了受害者的 一个金戒指 仔细看了看 立即发现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这金戒指呀 是假首饰 再看看其他的耳环 手链 甚至是那些金牌 竟然全部都是假的 这些首饰啊 貌似是黄金 却并非是黄金 而是镀金的金属 所以这些假首饰 根本就不值钱呢 那么问题又来了呀 什么问题啊 谁都知道这广东人啊 特别是广东那些女性啊 特别要面子呀 你说不能穿金带银 尚且好说 那带假首饰装样子 这可是极大的事了 如果被人看穿了 带着假首饰 那岂不是名声扫地呀 那以后还要不要见人了 所以啊 这种习惯呢 它不符合广东的 民间的基本风俗 正常的广东女性 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你说如果只有一到两个人呢 带假首饰 你倒也不是不能理解 毕竟人群里边从个个别人 与大家不同呢 可是现在呀 专家发现了 几乎所有的遇害女性 全部都带有假首饰 这就非常非常之奇怪了 但是啊 这可难不倒老专家 老司机呀 这些老专家呀 平均的行真生涯 都有30年了 什么三角九流 什么人没见过呀 行真专家瞬间就知道 这些人的身份了 干嘛呢呀 老爷子们爆炸性的 做出结论了 这些受害女性 全部都是三培小姐 或者说都是卖淫女 在整个广州啊 他只有一种职业的女性 会大量的带有这个貌似 昂贵的假首饰 就是三培小姐 众所周知啊 其实这个三培小姐的工作呀 它是一种高危行业呀 为啥呢 经常会被人呢 殴打抢劫 被抢的比率呀 高达90%啊 如果三培小姐没有钱 或者反抗 就很容易的 演变为这个抢劫伤人 甚至杀人了 三培小姐的行规之一呢 就是会聪明的带一个 到两个假首饰 一旦遭遇抢劫 三培小姐主动的 就会把这些假首饰啊 奉献出去 目的就是为了保命 有一些不识货的劫匪呢 往往就是拿了基金首饰 就不要命了 也不会伤人了 所以啊 除了这个三培小姐的行业之外呀 再没有任何职业 会这么做了 警方基于这个判断 又对受害者的遗体 进行了判断 发现这些死者呀 基本上都染了头发 但是并非普通的样式 很多呀 都是较为夸张的发型 不像是普通的 良家妇女的样子 她们手指脚趾啊 基本上都染了指甲 而你说普通的家庭妇女 一般可不会这么做呀 现场留下的遗物并不多 分析现有的基建 发现这些衣物都比较暴露 性感 而且廉价 这符合三培小姐的身份 尸检也表明 其中一些女孩 曾经还得过性病 老专家一眼 就解决了最难解决的问题了 确定了受害者职业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长达两年的时间里 找不到受害者的身份了 这些三培小姐 基本上都是外省的人 到广州以后 就取了个假名字 掩饰自己的身份 她们自然 也不会告诉自己的亲属 自己真实落脚点了 这些小姐呀 出于职业特点 第一呢 很少交朋友 第二 和家人的关系 一般很疏远 甚至都是敌对的关系 那么 无论亲属 还是同行 都不知道小姐们的 真实姓名 和身份 三培小姐 尤其是战阶女 一般流动性比较大 那今天你在这里 那明天可能去那里了 根本就不会固定 如果三培小姐 尤其是战阶女 突然失踪 根本就不会有人在意 更不会有人报警 即便是在 发廊工作的小姐失踪了 老板也不敢报警啊 毕竟啊 他们从事的卖淫工作 那是非法的呀 哎 老专家以来 这受害者的职业身份 就确定了 这案件 可以说就有了 重大的进展了 警方立即 展开了对三培小姐 收容材料的审查 尤其啊 开始比对他们留下的指纹 由于三培小姐的流动性大 警方呢 没有集眩于广州市 就查阅了整个广东省 甚至临省的一些资料 广州市警方付出了巨大努力啊 检查档案的指纹高达 160万份之多 终于查到了 两名死者的指纹 根据在副教所留下的资料 确定这两个人身份 和老家的住址 警方啊 就赶往他们老家 调查他们家属 发现这两个人 的确都是卖淫女 都是外甥 南下局挣钱的 家属呢 赶赴广州 也确认了尸体啊 就是他们本人 查到死者身份呢 广州警方就非常开心 高兴了 可是啊 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 你说三培小姐 是一种特殊职业 那一大遇害 几乎无法追查凶手啊 三培小姐可和这些嫖客 大多是素不相识 不可能通过普通的社会关系 展开调查 来发现凶手的身份 因为三培小姐都不知道 和自己上床的那些男人 是什么人呢 如果三培小姐 是在发廊夜总会 这些固定的区域卖淫 嫖客呢 也许啊 会多次的光顾 或许被人看见 留下线索 警方抱着一线希望 就开始调查了两个 三培小姐的卖淫的场所 遗憾的是 这些女人呢 都是社会啊 最底层的战奸女 战奸女在路边拉客 一般都是单干 有时候啊 一晚上要接好几个人 根本就不会有人注意他们 和什么飘客离开的 不过 确定了三培女的职业 倒是可以解释啊 之前的另一些疑问了 什么疑问呢 比如说了 为什么几乎所有受害者 在第一次被凶手监污的时候 没有反抗啊 看来啊 是凶手啊 装作了嫖客 双方进行了性交易 那三培小姐自然就不会抵抗了 随后凶手突然下手 三培小姐这才知道 大火临头 试图抵抗 已经是太迟了 那为什么案件的第一个被害者 却在监污之前进行抵抗了呢 因为啊 这第一个女人呢 她并不是三培小姐 她是这一系列奸杀案件当中 唯一的良家妇女 遭遇这个歹徒袭击之后 她本能的就立即拼死反抗 哎呀 刑方呢 就对这个两三培小姐呀 这个熟悉的嫖客 展开了调查工作 这个工作呀 那也可以用可怕这个词汇来形容了 那就以一个三培小姐为例吧 她生前留下的通讯录上啊 有高达一百多个男人的联系方式 那查起来太难了呀 专案总无奈之下 只能挨个儿的进行走访 发现这些人 各行各业的全都有 上职干部 老师 甚至部分司法人员 下职民工 小贩 农民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警方经过反复调查 以及DNA检测 这一百多人呢 全都被排除了协议 于是 这案件又陷入了死胡同志中 又回到了原点了 通过对受害者职业的确定 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警方认为 歹徒选择三培小姐作案 并不是偶然 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歹徒选择三培小姐的目的 主要是因为啊 杀这些小姐 比较有把握 比较容易 这侧面证明啊 歹徒的身体 可能并不强壮 即便对付妇女啊 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在广州 如果采用暴力手段 袭击强奸妇女 往往会遭到啊 受害者 强烈的抵抗呼救 那稍有不慎 就可能被捕啊 92年的时候啊 广州的民风啊 是比较保守的 歹徒想要诱骗 两家妇女到某个地方 那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啊 广州市社会治安并不好 女性市民很多 都是很小心谨慎的 一般都不会搭理陌生人 说来说去 歹徒根本对付不了 两家妇女 所以呢 选择三培小姐 就容易的多了 三培小姐一般呢 不会拒绝嫖客的要求啊 哪怕去一些 什么偏偏的地方 你既然是卖身的 双方一定会有亲密接触啊 这便宇凶手啊 突然袭击三培小姐 这些三培小姐 往往就在歹徒的怀里 被偷袭了 来不及呼救 就送掉了性命 那问题又来了 你说既然可以直接和三培小姐 发生性关系 那为什么还要将他们杀死以后 兼尸 甚至是毁尸呢 一开始 广州警方啊 可以说是 对这些原因呢 毫无头绪 张耳合胜 摸不着头脑 当这个公安部的老专家一介入 老专家的能力就显现出来了 认为啊 这些啊 恰恰可以锁定案件的性质了 为什么 这是很标准的性电态杀人案件 歹徒杀人并不是为了劫财 或者是劫色 而是发泄他一种变态的心理 杀人 兼尸 以及破坏尸体 会让歹徒啊 感觉到很大的乐趣 远比和那些三培小姐 发生性关系更为开心 为了确认歹徒的心理和性格 刑侦专家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这种变态杀人案呢 在广东历史上是极少见的 专案做的没有经验 只能在全国范围啊 查阅类似的案件 1992年7月 广州政官局就发现呢 深圳市出现类似的案件了 6807部队 有一个驻军的战士 张启德 杀死了一个妇女之后 也把妇女的胸部和下体 给割了下来 哎 他就有着一定的作案协议 广州警方追到河南 参与诈捕 最终就把这张启德呀 就抓获了 不过后来通过调查呀 这张启德呢 从来都没有到广州 这个案子呢 就和他没关系了 通过审讯这个张启德 广州警方 就了解了 这一类变态杀人狂的心理特征 就更加了解了 广州这个凶手的内心世界呀 通过连续对这一类案件的研究 警方可以确认 犯罪嫌疑人 有着严重的心理变态 尤其有着严重的炼尸痞 就这个案件本身来说呀 凶手本来已经 同这些三培小姐都发生关系了 却还要残忍地捐他杀死 捐尸 然后还把尸体的某些部位 给切下来 可见呢 这个凶手的炼尸痞 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炼尸痞的人呢 很多都是性格上 比较懦弱无能的人 在这种人身上 有着一种呢 支配其性交对象的强力欲望 这种欲望的满足啊 在这个性满足当中啊 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因为尸体啊 绝对不会反抗这些人的命令 因此他命远选择尸体 所谓这种性交的对象 他们在社会生活当中呢 很可能是一个 屡受挫折的失败者 他们无法控制 活人的世界 于是就转向啊 这个死人世界 在死人面前 他就好像是一个强大的 主宰者一样 那尸体都得对他 扶手听命啊 都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或者嘲笑他的无能 总之啊 这些变态狂的 这种行为啊 处于支配地位 而且不必担心失败了 不必担心挫折了 因为尸体没有任何反抗啊 所以啊 这些奸尸恶魔呀 很多都扮有明显的精神类的疾病啊 对于这个性变态的系统研究 就让刑侦专家们做出了以下的判断 第一 这凶手 有明显的性变态的倾向 应当啊 在这个全市的精神病的医院 或者专科门诊呢 调查了解这方面的精神病人 第二 这个凶手的性质 应该是极为懦弱的 应该特别重点的 重视啊 人群当中的那些懦夫 性格内向的人 第三 这个凶手能毫不费力的带走 众多的三配小姐 从这个事来看呢 这个凶手一定是非常精通嫖妓 是个老嫖客老司机 应该在全市排查曾经嫖娼 或者性犯罪被打击的人 很可能就会找到凶手了 除此之外 刑侦专家又对现场进行了再三分析 又得到了四个重大的成果 什么成果呢 凶手的抛尸 是非常小心的 他从来不在土路上行驶 怕留下车折的证据 上的山多终于虎啊 其中一个抛尸现场 有一段公路啊 出现了破裂的情况 凶手夜间驾驶车辆经过的时候 突然就发现前面有个大坑 他慌乱之下 紧急的就去打上方向盘 导致这个车辆行驶到路边的泥土地里啊 就留下了清晰的轮胎痕迹了 刑侦专家就对这个轮胎的痕迹 进行再三的分析比对 花费巨大精力 终于就把这个车辆的型号给锁定了 这是一种仅有0.6吨微轻的卡车 这卡车呀 前面呢 可以坐两个人 后面呢 可以用来脱货 这种卡车 在广州呢 大概有一两千辆 主要是用于建筑行业的装修人员呢 运送一些少量材料 或者呢 就是以送货为生的少量的私人司机来进行使用的 由此 凶手的范围呀 就大大的缩小了 另外呢 通过其中的几个抛尸地点 都紧靠海珠区的新教站 警方判断 这凶手啊 很有可能是在这一带居住的 但是奇怪的是 警方在镇子附近的道路设有多个少侠 但是抛尸啊 往往就发生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这就更可以推乱了 这个凶手啊 一定是这一带的人 他能够通过熟悉的小路 绕过这些少侠 另外 所有的杀人呢 都发生在夜晚之中 对于尸体的破坏 也都是在深夜之中 抛尸呢 却是在第二天凌晨 所有的这些行为呀 都是在12小时内发生的 从来没有拖到第二天的白天 这客观说明了 凶手是什么呢 是有家庭的 并非单纯的一个人居住 为什么第二天凌晨就冲冲抛尸呢 就是害怕呀 被家人发现了 通过凶手可以长时间在夜晚 监污尸体和剥皮来看 这个匪徒应该有一个独立的 又不怕被人骚扰的空间 比如说什么 地下室啊 阁楼啊 这一类的 晚上的时候 他的家人还绝不会过去这些地方 另外 专案组的这些专家就分析了 他的家人呢 应该不知道这个歹徒的恶行 后来呀 从1992年5月份开始 这凶手突然停止作案达半年的时间 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根据性变态犯罪的心理分析 凶手不会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 主动停止犯罪的 现在凶手突然停止犯罪半年的时间 唯一的可能解释就是 他是被迫如此的 刑侦专家认为啊 在1992年 5月到11月期间 凶手不是受到公安机关打击 就是因为疾病 或者受伤等原因 客观上 不能继续作案了 看来呀 公安部的专家果然了得呀 他们已经一步一步的锁定了凶手了 由此呢 公安部的刑侦专家就给出了范围 说这个凶手应该是在新教镇的周边 有着犯罪前科 有着嫖妓的前科 心理变态 有家事 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身材矮小 性格懦弱内向 有一台呢 0.6吨的小货车 是一个20岁到40岁之间的男性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个男性啊很有可能在1992年5月到11月的期间被公安机关打击或者生过重病受伤之类的 广州市公安局啊主要领导看到了这个分析笑着说了哎呀这不就已经把这案子一破了吗 事实啊也确实是如此 从1994年开始 警方根据刑侦专家的分析范围就加大了对这个新教镇周边符合的男性的排查工作 可是就在排查的三月到九月期间呢 前后又有四名女性被害了 经过调查 他们全都是三倍小姐 随着排查的继续 范围也是越来越小 集中在了几十个人身上 看来凶手就要落网了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案件呢 自己破了 怎么回事呢 1994年呢 9月19号上午8点钟 一个上身呢 披着一件风衣 下身呢 仅穿着一条内裤的年轻女孩 突然就冲入了海州区公安分局新教镇派出所 完蛋了 这个女孩说自己呢 叫黄雁红 她说昨天晚上啊 遇到那个广州 连续变态杀人狂了 她说呀 她被骗到歹徒的家里 被歹徒监污 而且差点被歹徒给掐死 最终呢 她依靠装死啊 和高潮的爬墙技术 才侥幸逃生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女孩从小啊 她是学杂技的 到广州啊 和亲人来寻找这个工作来了 有着这高超的 这种杂技的本领 翻墙逃生了 这个事情啊 可以说是识破惊天了 让街警的 这个所长 陆广荣是震惊不已啊 警方为了抓捕这个 特大杀人狂 可以说广州全市的干警啊 整整折腾了两年多 没想到踏破铁鞋 无秘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根据这个黄彦宏的回忆 陆广荣所长就带着两个民警 持枪就冲入了镇内的一间民房当中 陆广荣所长认识啊 这个呀 是村民罗树标的家 陆所长 你都认为 这是黄彦宏啊 这个不安的女孩搞错了 因为这个罗树标啊 是一个性格懦弱 矮小瘦弱的男人 见到别人吵架打架 他得躲得远远的 年轻的时候 这个罗树标啊 倒是因为道谢啊 曾经入过狱 但是释放以后啊 他表现一向是比较良好 不过在九二点的时候 罗树标因为朴记啊 曾经在广州啊 被抓过 但是广东男人很多都很好色 那朴记找小姐被抓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啊 陆所长啊 就问这个报案的黄彦宏了 你好 你没记错吗 就是这家吗 黄彦宏就说了 没错 就是这家呀 你看这个阁楼警官 我是拼死才爬出来的 我要不是练过闸技 我根本不行啊 怎么会搞错呢 陆所长一听 帮帮帮上一敲门 这时候啊 有中年妇女啊 开了门 这个中年妇女啊 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叫做刘美亭 这刘美亭可认识 陆广荣所长啊 惊讶地问 所长啊 你到我们家有什么事啊 陆所长说了 你老公在家吗 刘美亭说不在家呀 一大早就出去了 怎么回事啊 陆所长说 你不要喊叫啊 你就站在这里别动 留见一个民警 看着这个刘美亭 陆所长就带了 另一个民警啊 开始在 罗树标的家中 进行搜查 两位警官 把罗树标家 居住的几间平房 都搜了一遍 一进院子 就看到了一辆 微型的货车停着 这个是罗树标的车 他平时开着车呀 做一点小买卖 这个罗树标的家一看呢 就是比较贫寒的 家里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 几乎家用电器都没有 柜子 厨子 基本上都是空的 简单搜索了一下 陆所长什么都没有发现 无奈之下 他们就爬上了 在黄雁红指认 险些被杀的那个小阁楼 这个阁楼我锁着 陆所长呢 就向这个刘美亭啊 要钥匙 刘美亭就回答说了 警官呢 我没有这个阁楼的钥匙啊 这间房 只有我家男人才能进去 他说他在这里面呢 做木工赚钱 说木工啊 有化学污染 不让我孩子进去呀 陆所长啊 这时候找到一把锤子 上去把门锁要 哐哐去砸开了 推开门 陆所长一眼就发现了 报案的这个女孩 黄雁红的手袋 就放在桌子上 看来这黄雁红 确实没瞎说 他确实是被这个 罗束标抢劫了 陆所长在定睛一看 吓了一跳啊 为什么呢 在这个房屋当中的床铺上 放了一堆女性的衣物 至少得有十几件 床头柜里啊 还有上百件啊 这个有穿戴痕迹的 女性的内裤和乳罩 这些衣物啊 都是旧的 陆所长看到这里 忍不住骂道 他妈的 罗束标这小子 这么下流 偷女人内衣 陆所长啊 在检查这些内衣内裤的时候 另外那个民警啊 就对一个大衣柜 这衣柜也紧紧的锁着 他也对着大衣柜 产生性圈了 你说这个大衣柜啊 特别特别大 门上还上了两把锁 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啊 民警用力的用锤子 砸了半天 花了好大力气 就把这个大衣柜门给砸开了 谁知道 刚看了一眼 这个二十岁出头的民警 突然用手捂住嘴巴 转身飞速的跑下楼去 陆所长有些蒙圈啊 这儿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问他 你怎么了 跑什么呀 这边啊 那个二十岁的民警啊 在楼梯上就已经剧烈的呕吐起来 就连黄水都吐出来了 陆所长胡怡的 就向这个大衣柜里边看了一眼 顿时也被惊待在了现场啊 为什么呢 他眼前这个大衣柜里啊 有十多个巨大的玻璃瓶 这玻璃瓶里边泡着的 都是被割下的女性的乳房和下体呀 还有一个呀 用这个铁丝啊 制作的女性的模特甲儿 身上赫然缝着很多 这个真正人体的皮肤啊 那陆所长当刑警多少年了 办的案子多多呀 他可看出来了 这可不是牛皮猪皮呀 这就是人皮呀 一时事先啊 陆所长啊 也是感觉到胃部翻涌啊 忍不住 叫呕吐出来了 果然 罗树标就是 这些连环案件的凶手 他就是变态 杀人 割乃的凶手 现在呢 他已经不知取向了 警方还能捉住他吗 随后啊 所长陆网龙 首先就盘问了他老婆 刘美婷 这个刘美婷啊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 只知道带孩子 照顾公婆 对丈夫的事情几乎是一无所知啊 陆所长就说了 你老公 到底去哪了 刘美婷说 警官我真的不知道啊 天还没亮 他突然跟我说 有活要干 车都没开 离开家就走了 陆所长说 你说的是真话 没说假话 刘美婷说了 警官 我为什么要说假话呀 所长 我老公到底出什么事了 他以前确实不好啊 道歉 坐几次劳 但是 释放之后 一直归归居居的呀 陆所长说 归居居 他不是嫖娼 被拘留过吗 刘美婷说 哎呀 所长 那他就是好色呀 经常背着我 去嫖娞 我大哥二哥 都已经看过很多次了 他和这些战阶的小姐搭讪 然后一起上车离开 不过 我也管不了他呀 我和他 还有两个孩子 只能凑会儿的和他过日子 不过警官 那嫖娞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你们为什么 要拘留他吗 陆所长说了 不是嫖娞的事 是天大的事情 你再想想 他做什么坏事 刘美婷 想了一事说 陆所长 我想起来了 刘美婷想起了两年前 曾经发生一件事 罗树标这几年呢 一直在做这个装修的生意 和运输的生意 经常是在深夜之中呢 才回家 他借口有木工活要做 晚上很多时候呢 就留在家中的阁楼上 繁锁上房门 不允许刘美婷进来 1992年那天深夜 刘美婷看到这个阁楼的灯又亮了 几个小时后的凌晨三点钟 他突然就听到家里 卡车开动的声音 因为小儿子呀 这几天发高烧 这时候就烧得很厉害 刘美婷无奈 就只能追到院子里啊 去拦住他的丈夫 这时候 他感觉他丈夫啊 正往这个卡车上 搬这个大箱子 这个箱子盖啊 没有盖上 里面呢 白晃晃的 也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 刘美婷定睛一看 吓得尖叫一声 坐倒在地呀 为什么呀 因为这箱子里边 居然是一个浑身 全裸的女人 胸口还有大片的血气 当时听到妻子的尖叫声 卢树标顿时非常紧张啊 半天过后 他稳定了情绪 卢树标就告诉刘美婷说 自己当天晚上啊 在外边开车的时候 不小心就撞到了这个女人 在带着他去这个医院的路上 这个女人呢 失血过多就死了 罗树标说 自己为了怕赔钱 就决定把这个尸体给丢掉 至于脱下死者的衣服 使怕别人呢 看到尸体之后 很快就确定死者身份 刘美婷可知道自己丈夫 平时那么多的劣迹啊 但是呢 他认为自己丈夫胆子并不大 性格呢比较懦弱 是绝对不敢杀人的 也就相信了自己老公的说话了 他看着自己丈夫开车出门了 后来也就对着大哥二哥 没提这个事了 第二天呢 刘美婷突然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啊 你说为什么撞人了 家里的卡车 却毫无损坏的迹象呢 很显然丈夫是在撒谎啊 所以啊 警方在听取了刘美婷的这个故事之后 陆广荣所长更加确定 罗树标就是真正的凶手 随后陆广荣所长带着刘美婷上楼 让他亲眼看到那些被他丈夫割下的器官 刘美婷当场几乎吓晕在地 随后躺在地上 大声哭起来 吐骂他丈夫不是人呢 陆所长就说了 他现在杀人犯肯定要被枪毙了 你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久 说你不知情 谁会相信 如果你们夫妻两个人都被抓起来坐牢 你们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现在一定要帮助我们抓到他 才能起兴 你也报庇罪啊 刘美婷这时候啊 对丈夫也是恨事入骨啊 恨不得亲手 掐死他呀 刘美婷想了一会儿 果断地说了 陆所长 早上我老公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他要去外地干活 但是身上钱不够 他让我赶快拿着家里的村子 把钱都取出来 送到火车站旁边的一个地方去 你们在那个地方去抓他 一定可以抓到他 陆所长啊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让刘美婷啊 带着钱赶到那个地点呢 去钓鱼 等罗树表一出现 周围埋伏的警察就把他给抓住 虽然现在刘美婷很恨自己的丈夫 可是让他参与抓获自己丈夫的行动 刘美婷显然还是有些犹豫啊 陆所长你说了 你究竟想不想立功啊 你只要帮我们抓住你丈夫 我保证你没事 你老公最大恶极 就算这次跑了 躲得了初一 他躲得了十五吗 早吃抓他 也是相比 你犯得上 跟他绑在一起 去蹲大牢吗 在陆所长的这一番劝告之下 刘美婷只好同意 配合警方的行动了 刘美婷带着提包 到了于令好的一个店铺的门口 陆所长就带着几个便衣警察 埋伏在旁边 没多久 那个个子挨下罗树标 就果然出现了 在他接过他老婆手中这个钱的同时 旁边的民警上去一把就搂住罗树标脖子 把他放倒在地 陆所长上去一把 抓住他的手臂 两人迅速咔咔 给他盖上手铐 罗树标措手不及 还喊的 你们干嘛 干嘛 没听没听 你出卖我 你好狠的 陆所长冷冷一笑说 你还说你老婆狠 我看了二十年的警察了 杀人犯见的多了 没有一个 有你一半狠的 由此 罗树标被警方成功抓获了 被捕以后啊 广州市公安局立即就采取了 罗树标的DNA的样本和指纹 足印 还有轮胎印等 同现场的痕迹进行比对 完全一致 可以完全肯定 罗树标就是在四年半的时间 连续杀死16名女性青年的性变态的恶魔 公安部刑侦专家判断了 罗树标在1990年 很可能不是第一次做 在抓捕罗树标之后 警方又翻阅了以往 悬而未迫的羁押了杀人案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对比罗树标指纹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同17年前 也就是1977年初 世家电研究所杀人案 现场的痕迹一致 那时候啊 是文化大革命 刚刚结束的1977年 那时候社会事案更乱了 盗抢事件时有发生 有歹徒啊 就潜入了世家电研究所的宿舍进行盗窃 正好呢 被这个职业班回来的女主人冯丽云给发现了 冯丽云就发现家里边有陌生人呢 吓得大喊救命 歹徒健壮上去勒住冯丽云脖子 就把他活活掐死 歹徒还用电运斗连续打击受害者头部 导致啊 这个受害者脑将崩裂而死掉 可以说凶手的手段极为凶残 由于现场没什么痕迹 仅仅留下了几个带血的指纹 案件呢 就一直没有被侦破 看来早在1977年 这小子就已经杀过人了 自知杀人太多 罪证确凿 难逃法网 罗树彪倒是没有抵抗 很快就交代了这么多年的犯罪经验 罗树彪说 我知道我做了这么多案子 你们肯定迟早会抓住我 我说不说都是一死 还不如我在死前把事情都说出来 但是希望你们别为难我 不要打我 警方说 你也是几次进出公安机关的人了 只要你愿意合作 我们不会为难你的 罗树彪说 警官 这事和我老婆没有关系 你们别抓他 警方说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 目前没有你老婆刘美婷 参与作案的证据 最多涉嫌窝藏 他现在已经取宝后诊了 在家里带孩子 你看我们是讲道理的 你好好交代吧 罗树彪说 我要抽烟 小李啊 玩烟给他 随后罗树彪放弃抵抗 讲述了他长达19年的杀人经历 这个罗树彪啊 属于天生的变态 也是个劣迹斑斑的人渣 他在1954年出生在广州市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 罗树彪父母为人呢 都比较正派 可是这小子从小就道德恶劣 心里不正常 在中学期间 他就染上了道谢的恶习 开始偷窃同学的东西 后来又演变为了四处偷闲 还被小卖部的老板扭送过去派出所 为此 罗树彪多次被学校警告处分过 还被公安局拘留过 因为年纪小呢 罗树彪没有被判刑 为此 他父亲打过他不知道多少次了 但是根本没用了 高中毕业之后 罗树彪父亲安排他呀 去一下工厂里 担任牧养 希望他好好工作 改些归正 没想到仅仅两年后的1974年 罗树彪就盗窃了工厂里 价格昂贵的木料 就被警方给抓捕了 在父亲再三的请求之下呀 罗树彪被轻判了 劳教两年 这两年劳教啊 没有让罗树彪悔改 反而呢 让他在狱中认识了一批狱友 他变得越来越坏了 1977年年初 罗树彪从这个劳教所放出来呀 不到三个月 又犯下了大案 有一天 他就翻入这个世家殿研究所 宿舍盗窃 就遇到了那女主人冯丽云 冯丽云现在宿舍里陌生人呢 就高喊救命抓贼 所以啊 罗树彪怕被再次的被捕 惊慌之下就用力的掐住 冯丽云的脖子 最后啊 用电运斗啊 砸到冯丽云 脑香蹦裂为止 后来罗树彪就带着脏物 跳窗逃离了宿舍 当年呢 警方办能力更差了呀 这个案件呢 一直迟迟没有被侦破 仅仅留下了现场几个指纹而已 杀人后的两年 1979年 25岁罗树彪 又因为呀 盗窃被捕 再次被捞叫了三年 由于只是盗窃东西的小贼 入狱的时候啊 警方没有检查罗树彪的指纹 和1977年的杀人案 有什么联系 1982年被释放以后 罗家父母啊 就希望这罗树彪呢 走上正道 就在绝分的时候呢 给他说了一个媳妇 就是他现在老婆 刘美婷 这个刘美婷呢 长相非常普通 是个老实巴教的农妇 性格呢 还特别温和 结婚以后 刘美婷先后生了一人一女 在家里是任劳任怨 包来了大小的家务啊 把公公婆婆照顾得也非常不错 没想到 这罗树彪贼姓不改 1983年2月 有一位盗窃被捕了 83年的时候啊 那是严打几件呢 罗树彪呢 没有被再判处劳教了 而直接入狱五年 罗树彪的父母啊 对这个履教不改的儿子 是极为失望啊 以后呢 再也没有管教过他 入狱以后呢 罗树彪表现得比较良好 在1987年 提前一年就被释放了 1987年 刘美婷释放之后 这时候 他已经33岁了 前后已经在监狱和劳教所啊 被关了八年多了 还曾经杀过一个人呢 在罗树彪服刑期间呢 刘美婷一个人呢 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 照顾公婆 还要在镇上打工谋生 可以说过得非常艰苦 但是呢 刘美婷并没有提出离婚 这个呢 使得罗树彪很感动 觉得有这样的老婆 自己不应该再回来了 胡来了呀 可是初遇之后啊 罗树彪是答应妻子 重新做人 他果然放弃了道谢 从事个体装修 后来就一直从事个体运输的行业 因为工作需要呢 罗树彪购买了一辆 0.6吨的微型的小卡车 就把家呀 搬到了珠海区的这个新校镇了 从此到1994年 他被捕 枪毙的七年时间里 至少在他老婆 和这个亲友的眼中啊 罗树彪大体呢 还算比较老实 偶尔见他找找小姐什么的 但是他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钱 平时里呢 生活节俭 罗树彪这个人呢 性格呢 是非常懦弱内向 从来不敢同别人正面冲突 遇事啊 往往又躲在后面 他老婆认为啊 他不会犯有什么大罪的 这段期间呢 他老婆对他很满意啊 其实这时候罗树彪啊 完全是双重性格了 在妻子孩子的面前 他呀 伪装成了一个好人 内心深处 可比他之前 更加坏了十倍呀 在狱中的时候 由于长期际遇啊 罗树彪就开始有一些 变态的行为了 在武警监督他们在 监狱外劳动的时候啊 罗树彪曾经偷盗女性内裤 胸罩 这是一种恋恶痞 属于呢 性变态的一种 出于以后 罗树彪这种变态心理 更加严重了 他现在呀 和他老婆过那种生活呢 已经不按兴趣了 反而啊 留恋于很多变态的思想 罗树彪就要来说呀 1987年星满释放之后 他经常观看一些色情暴力的录像带 其中有一套录像带 就是我讲过的香港杀人割尸的 余夜屠夫出租室的司机林过云呢 为原型录像带 这个呢 录像带当中啊 讲述的是这个杀人狂 如何奸杀女性青年 割下下体和乳房 是一种英文录像带 这个录像带 对他的影响啊 最为深远 最为深刻 罗树彪就认为呀 这太刺激了 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他逐步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 模仿欲望 为了发现他的性欲呀 他开始四处的偷盗 那些女人晾晒的衣物 他仅其笔记本记载的 就208次之多 从1989年开始 罗树彪就把时装店 丢弃了一些呀 残缺的 数量的那种 全身的模特 这个剪回家中 就拼装成了一个 完整的女模特 然后 他穿上偷来的那些 女性的衣裙啊 放在床前欣赏 同时呢 他用罗斯这个披焊枪 造了一个充气娃娃 用于发泄他的性欲 除此以外 他还开始频繁的 开始找小姐 1989年到1994年 9月被捕前 罗树彪夜间 驾驶了自己的 0.6吨的货车呀 在这天河区一带呀 把260多名 在路边招嫖的暗昌 载到黄浦区附近的野外 进行嫖宿啊 在这一阶段呢 罗树彪的心理是越来越变态了 他已经不满足于恋恶痞了 开始也变为严重的恋尸痞了 他开始有了强烈的强奸杀人冲动 开始在夜晚跟踪独行的妇女 寻找钻目标 1990年27号晚上 他游荡了两个多小时 他在新州路段 就发现了在赶路的潘渝市女青年黄某 罗树彪就谎称啊 自己是这个拉克的面堤 说可以很廉价的送这个女人呢 回家 获得女人的信任之后 罗树彪就把他拉到了 琵琶乳牛厂附近的偏僻地方 试图强奸 这黄某啊 身体比较强壮 而且拼命不从 拼死反抗 大声呼救 身材矮小 力量不大的罗树彪 见到自己居然无法制服这个女人 又怕他的叫声 被别人听到 顿时 他就决定 要杀害这个黄姓女青年 由于在之前1997年 1977年的时候 他不已经杀了一个人了吗 杀过那个冯丽云了吗 所以啊 罗树彪对杀人这时候 有一定的经验了 他用手啊 死死的卡住了 黄姓女青年的脖子 很快就把这个黄某活活的掐死了 杀人以后 罗树彪的性变态思想更加泛滥了 他对着尸体就进行了监污 再把这尸体抛在墩河路边的草丛里 虽然不是第一次杀人 但是罗树彪也是非常惊慌啊 第二天上午 他还去抛尸现场 查看动静 发现那里啊 围着很多的警察和群众 他立刻吓得就跑了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 罗树彪是十分的害怕 惶惶不可终日啊 一年内呢 也没敢再作案 过了整整一年 他见到警察呀 并没有查到他的头上来 这个罗树彪的胆子 又大了起来 他前前后后三次入狱 坐过八年牢 对警方办案的手段 有一定了解 罗树彪认为 警察只会查 这个有因果关系的案件 他和被害者苏不相识 他觉得警方对他是无可奈何 这次杀人之后 罗树彪就不敢对这个 梁家妇女下手了 因为这些妇女啊 警惕性很高 不容易被骗 而且他们一旦发现情况不对 往往会大声呼吸 拼死抵抗 会引来路人和警察的关注 这时候 罗树彪已经身有两条人命在身 害怕和警方做任何接触 话说呀 变态心理呀 可是周而复始的 这种变态的思想会不断累积 对罗树彪来说 往往只能通过杀人发现 杀完人以后 又会积累起来 然后呢 必须再去杀人 变态 杀人犯会不断的犯案 直到死亡或者被捕 很快 罗树彪 又强烈的变态思想了 需要发泄了 这一次 他选择的是容易下手的三培小姐 从1989年开始 罗树彪就开始找小姐 几乎每周一次 因为他的经济情况不佳 他找的呀 很多都是那些收费低廉的战监女 那三培小姐卖银呢 不可能在自己家乡 一般都在外地 所以这战监女呀 清一色的呀 全都是外地人 根据同志三培小姐的接触 罗树彪认为 三培小姐会很轻易的 和她到偏僻的地方 她可以随便下手 三培小姐往往对这条客呀 没有态度的提防 即便她双手 卡住三培小姐脖子 只要没用力 这三培小姐呀 往往也不会喊叫 而等到她用力 卡住他们的时候 三培小姐想叫 也叫不出来了 1991年2月 罗树彪找小姐的时候 由于动作粗暴 就引起了 当时找的那个三培小姐的不满 就说了几句抱怨的话 罗树彪很是恼怒啊 在性效已完成之后 罗树彪就表示 自己呢 很不满意 两人就争吵起来了 罗树彪突然 死死的掐住了 这个小姐的脖子 就把她呀 活活的给掐死了 随后 罗树彪对这个尸体呀 进行多次接淫 之后抛尸荒野 这次杀人之后 罗树彪又是紧张了一阵子 半年时间 没有赶作案了 半年时间 警方发现又是毫无动静了 罗树彪有此认为 他根本不可能被抓住 就开始肆无忌惮的作案了 随后啊 直到1992年5月 他连续作案多起 基本上是每到两个月 三个月就会杀害一个人 在罗树期间 凡是这个不顺他意的 反抗他粗暴的动作的 罗树的时候 要让他带避孕套的 不让他奸淫两次以上的 上车的时候 查看他车牌的那些小姐呀 他全部财忍的杀害 他把三位小姐杀死的时候 就用那小货车啊 把尸体拉回家里 扛上他单独的那小阁楼 然后再连续兼尸数次 一开始仅仅是兼尸 后来呀 他这花样啊 是越来越多呀 罗树彪模仿过 香港的雨夜屠夫 林过云的割尸的情节 他用刀就把一些 小姐的乳房和下体 就被割下来 收藏了起来 尸体呢 则分别用麻包袋 油桶木箱包装好 用卡车运到野外丢弃 这期间呢 警方多次大规模的排查 也曾经排查过罗树彪 不过呀 罗树彪出狱以后呢 没有再犯案 给人感觉是老实懦弱 也就没有被警方重视 对于警方设置关卡 罗树彪根本就不大回事 凭着自己对新教阵的熟悉程度 他采取啊 横穿向 走偏偏路线 在下半夜 驾车 就绕过这些公安民警的少侠 和检察的港亭 就在警方眼皮子底下 从容抛尸 唯一的意外就是 罗树彪用木箱 装好一脚下的尸体 准备到外边抛弃的时候呢 他老婆 有每天那天晚上就发现了 他就对老婆恍征啊 说是发生了交通意外 这个撞死人了 罗树彪自我供述 他作案得手之后 他的心里啊 都有一种达到随心所欲 飘飘然的快感 并在有的受害人下体 口腔里 塞入了自己的内裤 袜子 故意让自己的经验 留在里边 看着警察 有没有能力查出来 他要和公安局 玩一场死亡游戏 作案之后 罗树彪每次 都把这个女性青年的体貌特征 衣服样色 奸淫经过 自己的感受 以及抛持的过程啊 都详细的记录在 笔记本上 供他日后欣赏回味 后来呢 他知道这个公安机关 查得太紧了 他才把这笔记本销毁 再另提纲式的 重新记录下来 话说呀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识邪的呀 1992年 5月25号深夜 罗树彪因为嫖娼呢 被天河区公安分局呀 就抓了个现行 送到公读学校 收教了半年 这时候啊 正好是全市大排查 变态杀人狂的时候 罗树彪在公中学校 就看到市公安局啊 有关女师系列案的 紧急的卸查通报 他当时吓屁了 他太害怕 被强行检测DNA了 他认为自己这次完蛋了 可是呢 警方就认为这个外表窝囊罗树彪 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嫖客 根本就没重视他 罗树彪在公读学校 关满了半年 就被放回家了 这半年期间呢 他只好放弃作案了 停止作案近半年之久 他那个犯罪的恶念呢 就从来没有打消过 心里边总是感觉呀 一阵痒痒的 他总觉得不奸杀 不杀人 不好受啊 从1992年 11月底开始 无法控制自己的罗树彪 继续作案 仅仅1994年3月到9月 他又奸杀了4名三培小姐 到了9月份 罗树彪逐渐的 就已经对奸杀三培小姐 已经没兴趣了 他认为啊 奸杀三培小姐太容易得受了 没什么挑战性 他就开始试图对梁家妇女下手了 1994年9月18号 罗树彪就伪装成就拉面低的 在广州火车站附近揽客 当天晚上12点钟 罗树彪寻找他认为合适的猎物 那个身材矮小的 湖南女青年黄彦宏 黄彦宏是刚刚下火车 就遭遇罗树彪了 罗树彪就以低廉的这个路费 没诱饵就骗这个黄彦宏上了他的车 可是啊 让罗树彪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说了 这黄彦宏可并非普通女青年呢 她是出生于湖南农村杂技世家的 从小就在父亲的监督屋下苦练杂技 成年以后呢 还在县杂技团工作 之后同一个团员呢 结婚了 杂技团的生意并不好 所以啊 黄彦宏的丈夫就决定放弃杂技 去广州创业 一年之后 黄彦宏的丈夫就在广州开了小吃店 生意还不错呀 他就打电话 让这个黄彦宏啊 一起来广州一起生活 黄彦宏就乘坐火车来广州了 就遇到了 这看起来挺老实的面敌司机 罗树彪 出到这陌生的大广州 黄彦宏对着罗树彪还有一些警惕性的 一旦这个车子呀 开到比较荒凉地方 黄彦宏就不断的追问呢 罗树彪 这在哪样 让他就往人多的地方去开 罗树彪几次都要把这个车呀 开到毫无人烟的野外 但是黄彦宏每次都大声说话 甚至喊叫 罗树彪也没得逞 无奈吃下 罗树彪一反常态 他决定在自己家里下手 他慌张说自己要回家呀 去给儿子拿一些东西 就把黄彦宏拉到了自己新校镇家里 还邀请这黄彦宏呢 上去坐坐 说呀 看看他一对儿女 黄彦宏就被这个罗树彪 懦弱的外表所迷惑了 就认为这小子呢 胆小怕事 而且还有家儿妻女的 就没什么威胁 同意上楼了 走上阁楼 罗树彪很快就胸向毕露 突然就用绳子 从背后勒住黄彦宏的脖子 黄彦宏是猝不及防啊 很快就被勒晕过去了 罗树彪以为他死了 就对这个所谓的尸体啊 进行了监污 之后罗树彪下楼 去拿装尸体的麻袋 黄彦宏这时候缓缓的醒了过来 他身上已经是一丝不挂了 颈部剧痛啊 那阁楼啊 距离地面的有五米多高 那个罗家的院墙 也有四米多高 墙头呢 还有很多玻璃碎片 你说换上一般女人 恐怕这一次是必死无疑啊 但我说了 这黄彦宏 那是杂技世家出身的 有很强的攀爬的技巧 他也不误自己一丝不挂 没有穿衣服 用手肘奋力地砸破了玻璃窗 从窗户爬出去 杂技演员的身手 让他毫无费力地 就爬下阁楼 又徒手爬上 高达四米的围墙 最终就翻了出去 翻墙的时候啊 他的手啊 被那玻璃片炸了呀 鲜血之流 他又顾不上了呀 逃走以后 不知虚实的黄彦宏 不敢乱跑 躲在一个没有人住的空房子里 第二天呢 天才亮 他才敢走出房子 遇到一个买草点老太太 老太太一见到他浑身赤裸 连内裤都没穿 差点下来背过气去呀 老太太赶快就把他带回到自己家中 给了他一件红色的风衣 一条内裤 惊魂烧定之后 穿着内裤 披着风衣 黄炎红 就决定去报警了 八点钟 在老太太指引下 她的衣服都没裤得上穿 披着风衣 就冲入镇派出所 汇报情况 罗树彪回来之后 发现这女人不见了 顿时惊呆了 他知道了 这事情马上就要败露了 他抓起啊 随身的钱包 慌忙逃出镇子 为了怕暴露 他连车都没敢开 到了火车站以后 罗树彪才发现 钱包里啊 只有几十块钱了 这点钱呢 最多够他买一张火车票的 再吃几顿饭 恐怕就得饿死了 无奈之下呢 他又打了电话 回家打探虚实 然后让老婆把这个存款送到火车站附近 没想到 此时警察早已布控 随后将他生擒活捉了 这个案件呢 最后罗树彪就被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了 可是呢 可悲的是在这个案件侦破之后啊 还有三分之二 遇害的三陪小姐 还不知道身份呢 他们残缺不全的尸体还放在停职房里 无法火化安葬 甚至警方知道其中一个小姐的这个姓名和住址 上门要求他们父母收尸 可是他们父母一口咬定 死者不是他们的女儿拒绝收尸 为啥呀 在保守的农村呢 女儿做妓女呀 那是让全家抬不起头来的事啊 谁会去承认呢 这起案子让人惋惜 也是一起因为父母双方离异 而让孩子受到伤害的案子 说的是 2008年的7月3日凌晨 11岁的女孩李津平 割破了自己的静动脉 自杀身亡 这是她一个月内的第二次自杀 那么一个花季少女 她为何一次又一次的用极端残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啊 从母亲的声嘶力竭的忏悔声中 我们去寻找一下答案吧 2004年6月12日 当剑娟把丈夫和情人捉肩在床时 她心中对丈夫的爱突然的就变成了事故的恨 剑娟在北京做化妆品推销时 经人介绍认识了李清忠 李清忠在剑娟打工的公司旁 开了一家小型超市 由于两人都年近30 三个月之后的 他们就匆忙的举行了婚礼 婚后 他们又筹借了60万元 在朝阳区的北三环 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 走进围城不久 剑娟和李清忠的性格中的缺陷 就很快的显露了出来 结婚第一年 李清忠带着剑娟回老家过春节 爱面子的李清忠 走亲戚时就打算多买些礼品 并给小孩子们封一些红包 可是剑娟却当即反对 说只是让她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回北京前的 又因为李清忠要给父亲些零花钱的事 两人又吵了起来 一路吵到了北京 平日剑娟跑销售十分辛苦 每天到家之后的 都是累得倒头就睡 可是大男子主义的李清忠 硬是拉起他 让他做饭洗衣服 结果爆炒不断 家中硝烟泥迈 李清忠就在外边借酒买醉 再后来 他为跟妻子打招呼呢 就把生意红火的超市给盘了出去 撤下的 气得简娟和他扭打成了一团 在一片争吵声中的 女儿李金平出生了 然而啊 孩子的到来 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关系 三年之后的 对婚姻彻底失去信心的李清忠 时长的夜不归宿了 2004年6月 早已有疑心的简娟 便尾随丈夫 把他与情人 堵在了一家宾馆的床上 丈夫李清忠的情人 名字叫方静 是他新就职的 图书销售公司的同事 李清忠呢 进入这家公司之后的 为了排遣内心的空虚 于是他就把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工作上 成绩灼然 被提拔成为了 东北业务部的精力 他的聪明能干 自然也是吸引了 年轻漂亮的方静了 方静虽知在李清忠 已经为人夫 为人妇 但是仍不顾一切的 爱上了他 直到被捉奸在床 可是想到啊 刚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 简娟又擦干了眼泪 决定原谅丈夫 可李清忠却铁了心 要跟他分手 7月 李清忠给了简娟 35万元的补偿费 两人协议离婚 女儿判给李清忠抚养 这简娟从此 便沉浸在痛苦中 无法自拔了 他用抽烟酗酒 来排遣心中的痛楚 又想起丈夫和年幼的女儿 愤恨 屈辱 也是拭咬着他的神经 他变得十分消沉 很快的 连工作也丢了 不过啊 这一些都得活下去啊 为了生活嘛 后来简娟就强大精神 来到一家服装店 做营业员 日子过得孤寂 他就越发的疯狂的 想念女儿 就时常买了礼物啊 往李清忠那里跑 可这是的 李清忠正准备和方静结婚呢 他担心方静怀疑他与 这简娟藕断丝连 所以说 每次简娟来 他都是不耐烦的 催他赶快离开 哎 行了行了啊 差不多得了 快点走吧 以后没事少来这里 有一次简娟病了 高烧不退 浑浑噩噩噩噩啊 便拨通了李清忠的电话 想请他来照顾一下自己 可李清忠 却断然的拒绝了 简娟就狠狠的骂他呀 这一日夫妻百日恩 李清忠 你连一句安慰的话也没有 还是人吗 不过 前夫无情 她是性格开朗 外向的女儿 李金平 却成了简娟最大的安慰了 每逢周末 简娟啊 就像是过年一样 早早的就把女儿接到身边 带他逛街买衣服 玩具啊 又买什么好吃的 还带他到公园里去游玩 这样的日子啊 简娟特别开心 有一次的 简娟去接女儿 得知李清忠结婚的消息 他心里就像是打翻了吴卫平 太欺人了 这么快就结婚 这分明就是向我在炫耀啊 他气呼呼的拉着李清忠就走 在公交车上 小金平唱着刚学会的歌谣 好爸爸 简娟听后 再也压不住一肚子的火气了 一巴掌就打了过去 你爸爸不是个好东西 以后不要再提他了 女儿吓得哇哇大哭 但是简娟又忍不住 从女儿那里了解李清忠的境况 爸爸很开心 爸爸给阿姨洗脚 等等 女儿的情报 瞬间就激起了简娟的愤恨与嫉妒 于是他就决定 要好好的惩罚一下这对恶人 但是怎么惩罚 他想到了恶毒娃娃 于是简娟就弄来了两个草人 分别的写上李清忠与方静的名字 挂在墙上 用飞镖去扎草人 女儿就好奇的问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扎爸爸和阿姨啊 他们对我可好了 听到女儿的话 简娟更不是滋味了 于是他就急言立色的对女儿说 这两个人呢 他都不是好东西 现在 你也用飞镖给我扎他们 只要你扎中了就有奖 如果扎不中 妈妈就打你屁股 这小金瓶瞅着草人 可是怎么也下不了手 简娟就一巴掌打在了他嫩嫩的小脸上 快扎 扎得越深越好 小金瓶吓得大哭 简娟却瞪着眼对他说 以后只有妈妈是你最亲的人 你爸爸和你后妈都是假心假意的 他们是 他们是我们的仇人 你知道吗 在简娟的逼迫之下呢 小金瓶就颤抖着 将飞镖扎进了爸爸和阿姨的身体里 每个周末的 简娟都让女儿陪着自己去投飞镖 他想起 李清忠和方静没有好报的 一个月之后呢 方静果然 在下班的路上 被出租车给撞断了右脚 太好了 听到这个消息 简娟就涌上胜利的快感 可是 当他听说啊 李清忠请了假 不离左右的照料方静时 他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最终他决定了 利用女儿进一步的去报复他们 与李清忠结婚之后呢 方静就尽心的照顾小金瓶 见金瓶身体瘦弱 他每周都会买来排骨和老母鸡 炖汤给他补身子 并且也是经常的给他买新衣服 陪他写作业 于是单纯的小金瓶 也就很快的接纳了方静 两个人相处也是很融洽 可是母亲简娟呢 她却让女儿晚上回家之后绝食 还不让女儿听李清忠和方静的管教 处处给他们制造麻烦 听了妈妈的话 小金瓶就开始处处的与方静作对了 把他炖的汤啊给打饭 把他新买的铜装剪的是稀赖 小金瓶的叛逆 也是让李清忠和方静很是头疼 李清忠也是几次的想教训女儿 但是都被方静给拦住了 2005年元旦凌晨 方静被小金瓶的呻吟声给吓醒了 李清忠在外地出差 不在家 于是方静就赶紧的背起了小金瓶 把他送到了医院 看着金瓶是又拉又吐 方静也是心疼的不住的抹着眼泪 但是当他得知小金瓶是因为听简娟的话 连续几天不吃晚餐 这夜里肚子饿了就悄悄的起来吃冷食 这才导致他患上了急性立即时 方静也是震惊了 但是当他得知小金瓶是因为听简娟的话 连续几天不吃晚餐 这夜里肚子饿了 就悄悄的起来吃冷食 这才导致他患上了急性立即时 方静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他就试着跟来医院 看望李金瓶的简娟沟通 可简娟却说 我女儿生病是你虐待的 她瘦的皮包骨头 是你舍不得给她吃 而我小剑简娟倒打一耙 方静也是忍不住了 于是便和她吵了起来 可是此后 在妈妈的逼迫之下 李金瓶更是变本加厉的 跟李清中和方静对抗 方静知道又是简娟搞的鬼 几次便找到简娟去交流 但是均是不欢而在 在2006年的6月 方静怀孕了 得知消息后 简娟别对女儿说 女儿啊 你后妈怀了小弟弟 就不会再爱你了 你千万不能让她生下小弟弟啊 为了加强女儿的危机意识 简娟就从网上搜索了许多后妈 虐待孩子的故事 不厌其烦的讲给她听 慢慢的 小金瓶对后妈肚子里的小弟弟 也是有了恐惧感 为了加强效果 简娟又请人做了一个孕妇的泥塑 对女儿说 小弟弟啊 就在后妈的肚子里 只有使劲的去撞击 才会让小弟弟出来的 李金瓶点点头 此后 他就一直在寻找机会 把小弟弟从继母的腹中啊 给撞出来 10月2日 已经有三个月身孕的方静 和李清忠 带着小金瓶到义和园玩 一路上 小金瓶是心事重重 他见方静坐在一个 临近池塘的石墩上休息时 他感觉这机会来了 于是他就撒娇般的 趴到方静的肩头上 说着悄悄话 可脚下却故意踏空 这险情就这样发生了 小金瓶在落水的时候 就本能的抓住了方静 把方静一起脱下了水 就这样的 在游人的帮助之下 李清忠将妻子和女儿救上岸 方静呼吸急促 下阵出血不止 经医生抢救 虽然是脱离了生命危险吧 但孩子却是胎死腹中 孩子没了 方静深受打击 出院之后的 他目光呆滞 不吃不喝 整天的喃喃自语 看到女儿替自己出了恶气 简娟特意的 买了两套裙子 奖赏小金瓶 可是 小金瓶 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他只要一闭上眼 就会看到方静落水的情景 有一次的 他竟然梦到方静 拿着剪刀向自己刺来 惊醒之后 他就再也睡不着了 一个人 偷偷的哭到天亮 这时 父亲李清忠也发现 女儿神色有些异常了 就隐隐的猜出了什么 在他的再三追问之下 又愧疚 又恐惧的李金瓶 几近崩溃 他终于的告诉了爸爸 是妈妈让他这么做的 李清忠气急败坏 将女儿痛打一顿之后的 又找到简娟 大吵起来 知道事情真相后的方静 那情绪自然是非常的激动了 李清忠担心 女儿继续待在家里 会惹出事端 于是啊 就从老家接来年迈的父母 租了两间房子 将女儿甩给了他们 就这样 不管不问了 这下和陌生的爷爷奶奶 住在一块 小金瓶是越来越孤僻 他不愿意再见简娟 也不愿意和同学交往 放学之后 就把自己繁琐在房间里 情绪非常不稳定 心中的压抑 孤独 恐惧 痛苦 积聚在一块 终于的像火山一样 爆发了 2008年6月的一天凌晨 被噩梦惊醒的小金瓶 从床底下颤抖着 摸出从学校带回来的 做手工的剪刀 狠命的向自己左手腕刺去 由于恐惧 他没有伤到要害 但是 看到血液流出来了 他被吓得大哭起来 爷爷奶奶闻声而来 将他送到医院 李金瓶出院之后的 李清忠担心再会出现意外 就把他接回了家 可是 此时的小金瓶 他始终 是郁郁寡欢 2008年7月的 方静又怀孕了 为了防止小金瓶 再伤害方静 于是 李清忠和妻子商量 将女儿送回老家 有父母抚养 可是小金瓶 听了他们的谈话之后 觉得 所有人又要抛弃自己了 他就躲进被关里 抽气起来 他绝望了 抽气了一会之后呢 他从厨房里 又找来了水果刀 咬咬牙 一闭眼 狠狠的朝着自己的颈部 刺了过去 就这样 小金瓶第二次自杀 成功了 女儿一世 简娟为自己的偏执的行为 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 我们 也不必对她的病态的抱负心理 做一些什么点评和指责了 那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啥呀 就是简娟 她将 以如何的姿态 面对以后的生活呀 女儿的死对她来说 到底有多么大的价值 确实的 咱们大家想象一下 也能想象出来 女儿金瓶的死 给金瓶带来的心理地震 那绝对是特级的 她可能会有以下三种心态 第一 恨意升级 她对李清忠 方静夫妻将更加的恨之入骨 她会认为 女儿自杀的罪魁祸首就是他们 如果不是他们偷情背叛她 如果不是李清忠对自己冷漠绝情 如果不是他们夫妻俩狠心的 将女儿甩给乡下的爷爷奶奶 那女儿绝对不会走上绝境的 是他们害了女儿 她要报仇 一定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于是 她很可能制定更疯狂的复仇计划 并且付出行动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最后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了 鸡飞狗跳 两败俱 三败俱伤 又是一起悲剧 还有一点就是 悔恨了 一方面她后悔不该拿女儿当复仇的武器 她会对死去的女儿充满歉疚 因此啊 她就会长时间的用痛苦来折磨自己 以此的向女儿来赎罪 同时另一方面 她对仇人的恨并没有丝毫的减弱 她可能仍然会采取极端的行为 来平复心中的恨 那还有一种 最后一种 也是 咱们希望看到的一种啊 就是释然 女儿的死 让她有了冷静的思考 她思考啊 我煞费苦心的报复他们 目的何在呀 与我又有何意义呀 他们是他们的生活 我是我的生活 破坏了他们的幸福 我又能得到了什么呀 那如果她真的这么一想啊 她就会瞬间的发现了 这自己明显的就是 没事找烦恼啊 于是她就会决定 放下一切的恩恩怨怨 让他们安心无事的过日子吧 他们过得好也罢 不好也罢 那是他们自个儿的事 她过好自己的生活 也就是了 显然呢 这第三种心态 是情商最高的 也是最明智的 因为只有这样 女儿的死 才能显出其真正的价值 啥呀 震惊母亲 拯救母亲 当然了 最后咱们还得说一下 这前夫李清忠啊 首先过错方是他呀 他先出了鬼 是不是 他呢 要向他真诚的表达歉意 李清忠是背叛了婚姻的 他深深的伤害了他 这啊 是不争的事实 李清忠必须对此承担责任的 并且承认自己的行为 给他带来了痛苦 李清忠如果不肯道歉 那么 简娟就会通过各种方式 来证明他的罪 有多重 他的愤怒感 就会不断的去升级 所以说的 真诚的道歉 大家记住了 道歉不是道歉 是 真诚的道歉 是对简娟的尊重 因为啊 这有助于简娟的心理平衡 啊 这案件到尾声了 那小金瓶的悲剧 是值得我们多少离婚父母的反思啊 肯定有 以前上文说过 好多起 就是父母离婚之后 这孩子啊 用孩子作为牺牲品 来报复对方的案件 前面啊 说过几起了 这又是一起 那离婚了 就别再来找我 当然好 但是前提 那是得你们没有孩子啊 没有孩子 离婚之后 不相往来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 为人父母的男女 他怎么可能因为离婚 而完全脱了干系啊 这不可能的 孩子的抚养费 周末跟谁过 甚至 谁去参加家长会 等等这些琐事 都会依然的 把你们纠缠在一起的 婚姻破裂了 是不假 但是血亲还在延续 他永远是你孩子最亲的人 对孩子的责任 是不会随着婚姻关系的终止 而消失的 所以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请大家去善待孩子 善待孩子的亲人 这点更重要 受益的 像是你的孩子 好了 就到这吧